大家好 欢迎走进风的说体育 这一期我们来聊一下 范子明呢 因为王哲林的受伤离队 都风将不得不重用这位北京守刚的内线 但是就是身高有一些低 因为他的身高是不及省子节王哲林 在篮下抢篮板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劣势 但是范子明的进攻能力还是完全可以 在北京守刚这两个赛季开发出来的中投能力 已经是非常的强 在比赛中往往能命中很多高质量的中投 所以杜丰也是可以利用范子明这个点 来打击澳大利亚和中国台北的内线 那么对于范子明来说 这次是千载难分的好机会 毕竟王哲林因伤离队之后 目前球队的内线只剩周琦 沈梓杰和范子明 如果那个时候有胡金秋在的话 估计范子明也没有多少戏 但是胡金秋现在真是打不了比赛 所以范子明现在必须要留队 如果不留队的话 内线就剩两人 这比赛真的没法打 范子明呢也相信 经过这将近一个月的集训 已经适应了杜丰指导的战术体系 其实范子明在北京首钢的打的是那种防守带动进攻的那种类型 打的节奏比较慢 但是呢在杜丰的国家队体系中 杜丰是崇尚跑轰 所以呢 范子明应该在这一个月中彻底适应了杜丰的战术体系 因为在如果在国家队和在地方俱乐部队打两种战术体系的话 可能对于球员的适应能力是一大挑战 但是相信范子明应该是把握住这次机会 应该是没问题的 出现在中国队的替补阵中 以范子明的能力现在是无法打首发 首发应该是沈子杰和周琦两大双塔 同时我们希望范子明在自己代表中国男男的首秀中 能够表现出色 毕竟范子明我感觉还是比较年轻 他的潜力还是比较无限 范子明还有待于开发他的三分球能力 那样的范子明才会更加的完美 好了 希望范子明能够在中国男男的比赛中 打出他应该有的水平 让我们看到一个不一样的范子明 好了 这期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